30岁美女半夜敲开60岁老汉巫门 经过昨晚和郎泰一夜的论证 到家的奈金不断回想起当时自己的不堪 简直是让他欲罢不能 这部仅仅才过了一天 想要和郎泰再次论兵的欲望就无法自控 至此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奈金每日都沉浸在神腔破阵演练当中 女人名叫奈金是业内出名的编剧 别看她外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写的剧本却是羞耻到了骨子里头 就连演过大尺度电影的女星都直呼受不了 生活方面 奈金有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公 结婚六年 醒无每日对她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甚至为了配合妻子的工作 不惜辞掉高薪工作当起了居家老公 但对于她的关心 奈金却觉得婆婆妈妈 用她的话来说 丈夫仿佛变成了自己另一个母亲 这让她感觉像是一边呼吸一边窒息 虽然没死却没有了活着的感觉 显然她需要的是一个更阳刚的男人 享有国际声誉的舞台导演郎泰就很符合 大学时期奈金获得了剧本大赛的第一名 就是郎泰上台为她颁的奖 趁人不注意 她悄悄靠近奈金耳边说道 你的眼神看起来很邪恶 下次要不要一起论证兵法大道 当时虽然没有同意 但如今奈金却是非常小 奈金主动联系到了对方 为了将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示给郎泰 近段时间她拼命地在健身房训练 到了两人约好的时间 沐浴后的奈金在脚上涂上指甲油 身上涂满巴嘎国特制的香水 之后在床上躺平静等郎泰的传照 这个模样当真像是一种尖嘴家禽 得到郎泰的房间好后 奈金脚踩十厘米 恨天高身穿性赶连衣裙 亦步亦去地向兵法演练正盘走去 还真别说 这个老头虽说已经六十来岁了 但光论体力来说 十个省无都比不了 上来就猛地揪住奈金头发 快说你想和我论兵吗 几番论正下来天都亮了起来 迎着清晨的日出郎泰 把奈金拥入怀中 和我做一个约定吧 以后不要再和你丈夫论兵了 作为交换你需要的时候 随时可以来找我 依依不舍地道别后 奈金失魂落魄地离开兵法演练正盘 突然猛地嚎啕大哭起来 可能是因为疼痛 也可能是不舍 但明显不是为对不起醒悟而弃的 因为在回到继续和丈夫相伴的 平凡生活前 买了支尾借带上 他要将郎泰给予的疼痛 永远刻在身体里 当然通过电车经过的这个镜头 留在身体里的可不单单 只有疼痛 刚刚走出车站 温柔的老公就笑着向他招手 因为工作的缘故 郎泰要去外地一段时间 这让刚刚得到满足的奈金 再次回到平庸日常 再加上之前和郎泰的约定 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让老公碰了 这天走在路上 沈吴看似笑无人 见奈金还在反抗 醒悟笑着说道 夫人你就别再装了 咱俩的办公软件都闲置那么久了 其实刚才那一下你也很有感觉吧 要不今晚咱俩就好好钻研一下新的兵法 而奈金为了不对不起郎泰 当晚他就以工作为由在助理家住了一宿 但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隔天到家 奈金就开始收拾行李 表示自己要搬出去在东京租公寓主 这不纯纯欺负老实人吗 如今就算是在傻醒悟也意识到了些什么 奈金你能成为一个构格的编剧还不都是因为我 自己为了照顾你辞掉工作不说 但是那些剧本不是我的指导你能写出来吗 一人で描的才能なんてないんだよ 面对这些奈金一时无话可说 还好关键时刻自己叫的车到了 不顾醒悟的阻扰他直接提着行李走出家门 上车之后迅速让司机驾车离开 对于在后颈椎的醒悟他是看都不看一眼 美其名曰自己这不是逃跑而是舍弃 到了新公寓他立马向郎泰打去电话 可对方只是看了一眼就重新将手机放回桌面 不甘心的奈金再次发出短信 将搬家的事情说出并表示自己的想念之情 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以直接空降 仅仅一晚就好实在不行三十分钟也行 可不管他发出去多少条短信 却迟迟受不到郎泰的灰心 欲求不满的他只好躺在床上 脑中幻想着郎泰来解决空虚 直到半夜手机才响了起来 等待许久的奈金立马冲了上去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大盆刺骨的凉水 换句话来说就是 我对你只是玩玩而已 偶尔一起论下兵开心开心还行 可你要是想干涉我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 而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 曾经大学时的男友梁介突然出现 采访结束他立马找到对方 但从他那一脸媚态来看 今晚两人必然要发生些什么 饭后见这家伙还不主动留下自己 奈金直接出手栏下即将关闭的电梯 为了能深信愉悦奈金不停更换论兵对象 被郎泰抛弃后 一次偶然和大学时期的男友遇见 奈金本想随便过渡一下 却不想梁介这家伙和他分手后奋发图强 通过兵书学习到不少阵法姿势 直一晚 他就觉得自己离不开梁介了 随后的一段日子 一有空他就会邀约梁介到家做客 那种随叫随到的感觉让奈金很是安心 这是在郎泰身上从未体验过的 而且听到自己之前的种种经历 梁介他也只是笑笑表示毫不在意 这让奈金一度认为自己能和对方再续前缘 于是这天他将沈吴喊到公寓 结果连客厅都没让人家进来 只是说了一句我们离婚吧 随后会把离婚申请书记给你 然后就直接将沈吴推出了家门 隔天 他刚准备将这个所谓的好消息告诉给梁介 结果却率先收到对方的短信 因为公司要加班今晚就不能过去了 这可真是苦了奈金 他早已习惯了拥着梁介入睡 如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他起身穿好衣服来到梁介公司 本想着给对方一个大大的惊喜 却不想看到的画面直接让他如坠冰苦 梁介他不仅已经结婚了并且还有一个小孩 回头的瞬间他瞅见了树立的奈金 随后又低头看了下自己儿子 毫无疑问他是不可能为了自己而放弃亲女的 这件事对奈金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为了解决心中的烦闷 当晚他就厚着脸皮找到狼台 结果对方看到他只是轻蔑一笑 像你有这么多论兵对象的人 自己可不敢跟你再有什么瓜葛 听到这 自讨没趣的奈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但心中的烦闷总归是要解决的 到家后他打开了提供上门服务的牛郎店 可不知是这个店的质量都很差 还是自己太倒霉了 点的这家伙样子不咋地就算了 就连兵法技巧都那么单一 习惯了梁介多花样的奈金 根本提不起一丝兴趣 隔天参加访谈的时候 众目睽睽下一个四十来岁的和尚借着握手 将一个纸条塞进奈金手中 今晚如果有空的话 来某某酒店和我一起论兵吧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奈金当然不会拒绝 抱着满心期待地来到指定地点 可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 从他那忧怨的眼神可以得知 这个和尚还不如之前的那个牛郎呢 就在他一脸失落准备打车回家时 一个手掌突然出现拦住车门 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看着小伙那张帅气的脸 算了就当是换换口味了 下车后他直接跟随小伙来到酒店房间 通过聊天得知 那天奈金点的牛郎其实是他 当时因为有事就推给了同事 后来得知老板竟是非常出名的编剧 于是他就专门找过来 想借着奈金的身份让自己进入娱乐圈 听到对方如此坦白 奈金双眼一咪想要让我办事 那得看你今晚能不能让我论兵论痛快了 作为一名资深牛郎 小辉对自己的兵法颇为自信 对于奈金的要求根本没当做一回事 若不是事先喝下的特制酒 小辉最后还当真不是对手吗 不过与之相对的收获也不小 在奈金的帮助下 他如愿以偿地参演了舞台剧主角 一段时间后 不满与现状的小辉决定借着奈金更进一步 然而此刻奈金这边却出现问题了 因这段时间没有了沈无的协助 剧本这方面写的简直是不堪入目 导致数个制片人与他终止合作 公司这边给他下达了最后通牒 一周内如果写不出好的剧本 根据约定他将承受一大笔违约金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沈无的好 为了不失去这个名利双收的工作 他舔着脸找到沈无试图想复婚 而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 醒无早已找到了真正爱自己的女孩 念着旧情醒无表示 可以帮你创作一部作品 但也仅仅只是可怜你罢了 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说完这些他就和女友一起离开了餐厅 看着窗外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男人 奈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质疑 难道真的是自己选择错了吗 心中烦闷的他到家后 立马喊来了小灰过来消遣 可在论兵中途 得知奈金对自己已经没有帮助后 小灰立马停下嘴上的动作 这种搞笑的借口奈金听了自己都想象 当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为了一个人而放弃整个森林明显是不可能的 故事的最后奈金一个人来到河边 怎么会如此寂寞 拥有无拘无束的自由 原来是这样孤单寂寞的感觉吗 本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